我們這邊還有位置 我們這邊還有哪個位置喔 這就是我們昨天有做那個室內的尾雕 好來 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看我們的示範 我們會是同一個方向慢慢的揉 其實剛開始的話 我們力道的話 就是要先把它放輕 慢慢的慢慢的 同一個方向開始揉 我們這樣子揉大概兩三分鐘之後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 我們看看它的味道整個變化 就會有不同的香氣 好我們先慢慢的走 先要把它加壓壓力 等一下我們比較左轉的時候 我們再把它加壓力 好 表現大家可笑都很不錯 好來 我們現在可以打插吉他器 我們再來噴一下一下它的味道 哇 就是剛剛的味道沒有噴到一樣了 好 接下來這個茶葉它們炒的氣味 會有慢慢的散發出來 欸 來 我們現在就接下來就慢慢的揉 再繼續揉 好 然後我們 揉你的這個意義的話的話 就是要把它那個姿力把它揉 附著在那個茶葉的上面 然後那個茶花子跟茶花子 附著上面的時候 我們後面是做發香的話 就是 靠它這個姿力的點化的那個味道 所以我們紅茶就是這個容器 是那個必須的過程 對 好 來看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 你來看我自己一下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它結塊 我們要先讓我們把它計塊之後 結塊來之後 我們等一下再重複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這個是做條形的紅茶 那我們在最早期的話 也就是用手紋點 現在也是以機器的期待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 揮廣食農消育的話 我們就會帶民眾到茶葉 這裡去摘茶葉 採回來之後 我們就會去 叫他們去做容器的紅茶 欸 這就是以揮廣我們 食農消育的這個意義的平等 好 真的是非常特別的體驗 那我們現在請台上所有的講話 對面我們把這個茶葉再次的投起來 我們一起來聞聞這個茶葉 也讓我們現場的媒體 請朋友們補充這精采的一刻 好 我們大家一起看中間的相機 好 3 2 1